以前老总是在电视上看到一些画面 消防员冒着那么大的火往里面冲进去 他们这么勇敢 很让我崇拜 所以决定来当一名消防员 画面中的小伙叫孙延磊 1999年出生的他 现在是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支队西洪门中队的一名消防员 负重跑万米 爬神攀升上四楼 翻动人员 200斤重的轮胎 这些在普通人眼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却是消防员们每天早中晚三次常规训练的家常便饭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训练为百米负重训练 消防员的整身装备大约有40多鞭 成为消防员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 谈到体能的变化 孙延磊骄傲地介绍 现在自己训练一天后 不会再有后遗症 跑步每次都是很喘 不会跑 然后每次训练完以后 手臂仗着 拿着饭吃饭都发抖那样子 然后每次下楼梯都得倒着 抓着栏杆慢慢往下走 因为正面走太疼了 赤柱都在中队 孙延磊每月花费并不高 剩下来的津贴都被他打回山西老家 想家的时候 他也会从床下翻出家人和女友的照片 生活在一起的消防员 看到他又翻出自己的宝贝 偶尔还会拿这事打去 肖帮员这三个字对孙延磊而言 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而是梦想的时间 出现场时会害怕吗 被问到这个问题时 二十多岁的小伙眼里熠熠发光 不害怕 就是挺兴奋的 去火药上拿着水枪 灭火那个感觉 没有什么害怕的 我叫杨新强 1987年生人 现在当消防员已经有13年了 不管是墙险还是火场 估计少说也有三四千起 出现场时会害怕吗 面对同一个问题 从一中队的老消防员有不同的回答 之前遇到火场 就是浓烟特别大 因为是地下室 我们背着空拨 带着手电 抢光手电进去 基本上都是伸手不件物质 经历的现场多了 顾虑越多 要说不害怕吧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职责所在 使命任务就会 盖过你这个害怕的地方 80后消防员杨新强 算是队里的老人 作为被车班长的他 不仅爱催促队员们训练 得空了 还总爱对大家唠叨几句 咱们这个有两样 一共一个大腿 一个小口的 你不要去别的车上 参谈的来回混 你到时候这个接口是接不上的 在杨新强看来 多一点训练 消防员们在现场就多一份保障 到了火场外面安全的地方 你就感觉特别累 精疲力劲 摊都在地下 然后把空窟卸了 累得有时候话都不想多说 然后喝水的时候 手都在颤抖 几年前 杨新强参加过一次 油罐车追尾事故抢险 现场汽油漏了满地 消防员们需要把损坏的车辆 脱离现场 如果烧油火花引发暴然 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杨新强第一次开始考虑 万一有一天 自己出了意外 要怎么办 平安过来后 他和平时关系不错的消防员 也开过半真半假的玩笑 血型啊 或者自己一些东西放哪了 或者真的有一天 就会半开玩笑的那种说 这一天怎么怎么着了 你要帮我说一下 怎么怎么 就是这样的 职业的特殊性 赋予校方员种种光环 赞誉 掌声 鲜花 与之相对应的 是和家人聚少力多 杨新强常年在北京工作 老婆孩子在老家生活 难得几次休假回家 孩子却认不出他 我家是河北的 然后我媳妇是我们隔壁村的 我平时就是电话联系 一年的话 他来来中队这看我一次 我回家一次 一年就是见面两次 现在孩子两岁了 基本上哪次休假回家的时候 前三四天基本上都不让我抱 也不叫爸爸的 到过几天就会好了 我从来都不打呼噜 你们玩来玩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哪 晚上那点什么 你睡觉翘上 把水进来 对 翘上去小心点 我就是把你的 两个水给绑起来 对 你那一翘的时候 你的被子全跳一边上 午休时间 社防员们在宿舍里聊天 半个小时后 等待他们的是下午日常训练 面对日复一日的训练 他们早已习惯 在他们眼中 不怕平淡的生活 盼的是每天都能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